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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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护照跟皮包不能这么摆的 万一丢了怎么办呢 要放在有拉链的地方 这样可以了 你不要总是要求别人的做事方法跟你一样行不行啊 好 万一丢了你就真的不能出国了 你别咒我们 少喝一副药又不会绝子绝孙 够了 你把女婿照给我 把护照给我 在这 在这 你干什么呀 洪峻啊 建立就真的走不了了 本来就是老人子 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做了些什么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 你知不知道公斑母兄是我日本的大老板 曾先生是我北京的大老板 这两个人不是一般人啊 都可以毁了我一生前途的 你为什么要去招他们 为什么 我不管做了些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拿我的工作开玩笑啊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来 坐下 曾总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公本母兄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三天啊 三天整个行当里的人都知道了 你懂吗 我说的你好啊 你在山齐公司的条件 原生一副大集团 就算你想让我回去工作 你可不可以跟我沟通一下 事先跟我讲一下 我辞去这个工作 然后再回去啊 外面人怎么说我 说我吃里爬外 我怎么在这个圈子里继续工作以后 那我们可以去日本啊 我相信我们去了日本 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的 就为了摆脱我的妈妈 可以重新开始 你就拿我的工作去冒利自嫌 然后你冒充我去跟公伯母兄谈条件 不管你 他居然在哪儿 他这里面去看看 很小一 apa DER 你 这个 tranquility 给你解释一下 你亲口承认了已经 我也亲眼听到了 你等我从日本回来 我会给你算账 红俊 你去哪儿啊 我去日本收拾残局 红俊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挽回的余地吗 等我到了日本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红俊 我做这一切全部对付 你够了 你这次真的碰到我的死穴了 红俊 你满意了 我和红俊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都是你自己走的 我从来都是旁观察 我当然知道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看好 我和红俊的感情 真的真的让我 小雅 我正在给你打电话呢 我不是小雅 我是小雅的婆婆 阿姨 你好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想 你知不知道小雅妈妈的电话呀 小雅妈妈 她在美国啊 您找她 我知道她在美国 亲戚吗 我想打个电话问候问候 如果你方便的话 麻烦你 把电话给我好不好 好的好的 阿姨您稍等啊 我要找一下 我过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好吗 谢谢你啊 不客气阿姨再见 不客气阿姨再见 哎 亲戚在哪儿啊 哦 在更衣室 谢谢啊 您 你怎么来了 昨天干嘛呢 打您听电话都不接 心情不好 所以关机了 哎 昨天半夜你妈 从美国给我打电话 她那打电话干嘛 她不想你跟方文俊离婚 她怎么不知道 我和方文俊的事情啊 昨天你婆婆给我打电话了 那你妈妈的电话 我就给她了 天哪 你怎么不时间跟我商量一下 就把她的电话号码 给黑山老妖了 我怎么跟你商量 你昨天一天手机都关机 玲玲 你什么时候也站在他们那边了 我没有 你怎么可以假冒方文俊的名义 给她老板发邮件呢 好了好了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你让我冷静一下 好了 我只站在朋友的角度 我很客观地说 这件事情你真的很过分 你会伤害到 跟方文俊的感情的 她都说了 从日本回来就跟我离婚 我还能怎么样 你离婚我也离婚 你别傻了 你现在要抓住 你自己的幸福生活 别像我一样 总是做错误的选择 王展智也有外遇了 他那样的人也有外遇啊 他怎么了 他是不是男人呀 男人都是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 这你不知道啊 你抓住证据了 还要有什么证据 没想到我和文乐阁有今天 太过分了 男人永远都是不知道 珍惜和满足的 所以刘晓雅 你就好好珍惜你的方红俊吧 不像我跟王传志 他犯的是原则性的错误 他犯的是原则性的错误 不一样的 我和方红俊之间 只要黑山老药在 我们的感情就好不了 你们家的黑山老药 对你够可以的了 至少他还知道担心你 不像我们家的那位 巴不得我跟王传志 早点离婚 你实在是太不了解 黑山老药了 他这个人心机重得要死 他要是担心我的话 就不会把我的事情 四处宣扬了 反正现在我已经全部想好了 我要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在工作上 什么都不去想 小雅 我要向你学习 我也要好好的工作 我这儿人来人往 有什么优秀的男士 你给我盯着点 那不行 那也要先我选好了 再给你盯 谢谢 我帮船只 一边去 帮船只 一边去 帮船只 今天雷雷回来咱把她送回去吧 我回来住了一个星期了 再回去回相话 是啊 这么长时间 她跟船只连电话都不打 我一跟她提船只 她给我发脾气 再这么下去 两个人的感情肯定出问题啊 要不这么着吧 家里别做饭了 船只打个电话 晚上请他们家人一块出去吃个饭 饭桌上呢气氛容易调和 吃完饭让船只把她带回家都来了 我看这主意不错 那你现在给饭店打电话吧 随便把船只的电话打吧 先别告诉玲玲啊 一发笔记回她又不去了 我不会 要不要请华青一块去啊 我看不用了吧 她最近神神叨叨也不知道忙什么 再说她那刀子罪 我怕她见了人家又跟人吵架 喂 喂 嫁着海鲜吗 妈 你回来了 来吃饭 那妈 何林她爸她妈 想约咱们全家去吃个饭 吃啥呢 说是去聊聊 不是你说 那那媳妇吧 赌气回娘家 还得叫我们全家人上上上门去请啊 不是我当哥的叔叔说你 你太怪媳妇了 不是你看看你嫂子绣花 她敢这么使气 她要是敢那么使气 我直接一巴掌 不是你你你你自己想想想想想 对 你什么老大 你的天 有一个人 你不要快 你是啊 喂 你 ascal 她的媳妇呢 你量她几天 她该想清楚的事情 也想清楚了 你就去接她 给她一个梯子下 她要不下她就是个傻子 你一个人去 该说啥说啥 别让他们家把你看扁喽 妈 我知道了 我一个人去 让杨红莉否认告诉你们 我屋里外头一起黑 你 你都打开 看能不能早 今天爸妈下班晚了 没有做饭 菜也没有 咱们出去吃 行不行 妈 冰箱里有很多好吃的 随时吃点就行了 行了 听话 来 起来 走 走吧 这个人怎么又躺下了 走 吃完饭回来就该睡觉了 我不去 走走走走 那么大还撒娇 走走 我不要出去吃饭 走了走了走了 快 听话 拉我 拉我 这个管 吃饭吃饭吃饭 拉我自己吃饭了 给您请 来 妹妹 坐 干嘛呀这三个人搞得那么奢侈啊 老师这样也外面太吵了 这包心里安静 来 莲莲 小声让我自己点啊 看着办吧 哪里面请 爸 妈 你妈和你哥他们呢 我 我妈病了 我哥在家照着她 好 来 坐坐坐 爸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怎么能联合起来骗我呢 你坐下 莲莲 坐下 哎呀 莲莲啊 你说你在家住了多长时间不回去 像什么样子 正因为我和你爸 考虑到你在那个小楼里 和船志一家人有了很深的矛盾 所以今天 想把他们一家人都请过来 大家坐下来聊一聊 联络一下感情 目的还是希望你和船志 能很好地过下去 这怎么能说骗你呢 妈 你也太天真了吧 你想跟人家联络感情 人家来了吗 人家找借口 根本就不想来 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你们聊 林莲 你婆婆病了 你怎么还说风凉话 没规矩 她妈是什么样的人啊 她妈杀猪打人 骂大街样样精通 她能生病 这种在外面勾搭女人的男人的话 你们相信啊 你们聊啊 我不聊 我走 可怜 我没有在外面勾搭女人 我就是从那女孩手里 买了一份保险单 受益人也是写的你妈的名字吧 受益人写的是你的名字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现在跟我一块回家 我不用跟你回去看 我不要再相信你的花言巧语了 你承诺过不让你的家里人到北京来常住 你做到了吗 你承诺过意有矛盾 你会站在我这边 你做到了吗 你什么都没有做到 你让我相信你什么呀 是 我没做到 咱们俩在一起就是个错误 咱们俩就不应该在一起 是个错误 错在你有一个 憨厚老实的外表 错在我听信了你的花言巧语 错在我没有看出来 你还能动手打老婆 是你先动手打我妈的 哈利 你什么时候能够长大 你什么时候能学会 怎么当一个好妻子 怎么样当一个好媳妇 我做不到 我永远也做不到 我不想再跟你和你全家人 做这种无畏的消耗 我受不了了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赫林 我告诉你啊 我永远都不可能放弃我妈 不能放弃我那个家 这样 咱俩明天上午 民政局门口见 再见 陈志 轮不到你来 先跟我说这句话 听到了吗 他根本就不要我 他要他妈 他全家 他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 林林 你真没想到闪魂闪力 都发生在你的身上 自从你结婚开始 自从你结婚开始 我就在心里面担心了 有这一天 我真没想到 他来得这么快 怎么会这样呢 这婚姻不是儿戏啊 你说你们刚结婚多久 就要离婚了 也就是他们这段年轻人 这两个人好的时候吧 好得像一个人 这说法脸立马就成了仇人 我跟他家里人 活不到一起 我跟他离婚了 他们全家人就开心了 林林 你已经结婚了 不是孩子了 你要学会坚强 学会成熟 你要学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想想自己吧 你不是也做过 让他们一家人伤心的事情吗 你应该说什么 你的命比我的好 你没有婆婆 你没有一串一串的亲戚找上门 你体会不到我的痛苦 你的痛苦不难理解 是你自己太脆弱太娇气 就像温室里的一朵花 你禁不起一点风雨 我和王丹芝结婚到今天 没有一天是安安心心的 我每天晚上推开内扇门 我都提心吊胆 我家里不光有婆婆 小姑 还有大哥大嫂 我没有享受过一天 幸福的二人世界 我太累了 他们家里没有一个人 为我着想的 琳琳 离婚这事很重的 希望你一定仔细考虑好 原则上我们没有决定权 但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认真考虑好 一定要做到将来不后悔 太阳玲玲 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你想好了 你能传知 如果真的是过不下去了 那你想怎么办 我跟你爸也不关事了 行吗 饭还吃吗 点菜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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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посту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 谢谢大家 和我 你不觉得无法 啥关系也没有 真的 啥关系也没有 老姐姐啊 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们家玲玲 不想在你们家过来 她受到的不仅仅是 王传芝对她的伤害 还有你们全家 都有合不来的地方 这传芝打玲玲 也是秀顺 她看不得俺 这把年纪了受委屈 所以说是百善孝为先 可总得有个是非吧 传芝是国家公务员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那是那是 传芝年轻不懂事 俺去说她 琳琳以前是让我们宠坏了 什么东西都给她预备好了 什么事都给她安排好了 可是她现在大了 什么事都得自己做主了 由她自己选择吧 就算以后她吃了什么苦 也是她自己的经历 是 你们不管了呀 啊 你们不管了呀 说实话 当初我们就不应该同意 这档的婚事 其实做父母的 只要女儿幸福怎么都成 可是现在玲玲她不幸福 啥幸福不幸福的 这婚都结了呀 这不就过日子吗 这夫妻哪有不愁不闹不打的呀 是不 这吵吵闹闹闹打打 不就熬过来了吗 这说离婚就离婚 拿了个本本就换了 这不太简单了吗 是不 自从结婚以后 你们家出的事是一档子接着一档子 谁受得了啊 按今天来呢 就想跟你们说 啊 让你们劝劝玲玲 别离婚了 别让他们离婚了 船子的事儿 俺来说他 俺来骂他 俺来教授他 这玲玲这边呢 你们就劝劝他 好不 这是冤份 来不及了 咋嘞 他们都已经去民政局了 是吗 来不及了 我准备 shifted 这是我ص拼了 就是小炉子 inyi 擒来 整个小炉子 尽际 现在说 但是文字 准备 她 鱼 rip 好 莉莉 你怎么了 怎么了 走 把这儿办了 先去医院检查一下再说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我们要不把这事给办了 我就得等到下星期 我等不起 咱们俩夫妻一程 两天我等得起 走 走 来 花也出来了 佑主任 恭喜你啊 马上就要做外婆了 真是谢谢您了 没关系 以后常带莉莉来做检查 莉莉 这以后就要多注意休息 别让你们再操心了 你放心吧 我会应期带莉莉来做检查的 你先忙没事了 那好 那我忙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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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莉啊 你要做妈妈了 这个孩子我不想要 美莉 咱们两个事先放一放 你先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没什么好养的 我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美莉 美莉 想问一下 今天有姓王的和姓和的来这儿离婚吗 这两个名字好像没有 你确定是今天 谢谢了啊 谢谢 你站起来 你给我出去 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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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下 现在玲玲怀孕了 这件事得从长计异了 孩子 我不要 爸爸 离婚 我不同意 合理每次回来 不是哭哭啼啼的 就是鼻青脸肿 你们结婚才多久啊 小姨 我向你保证 没有下次了 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你的保证值几个钱呢 到时候你妈的圣志一到 你又变卦了 行了 你别跟我谈了 把你妈叫来 让她代表你跟我谈吧 当然你孝顺你妈妈没有错 可是你得适当地顾忌灵灵的感受 妈 我妈她年龄大了 她 我没觉得你妈糊涂啊 你倒是一脑袋的匠子 你说你哥你嫂子 凭什么住在这儿啊 你大嫂没男人啊 你哥没手没脚不养家是吗 他们刚进城 城里的生活不适应 是啊不适应那回去啊 我问你 你每月的工资还有奖金 都哪儿去了 我没有奖金 第一年实习生没有奖金 那你挣的那些钱 都孝敬你娘和那一大家子人了 你跟和林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是尽快帮助你些兄弟姐妹 脱离开农村 小姨 我们农村人的苦 你们城里人是不能理解的 那就是说 你看上我们和林那点小钱了 有现成的房子住 更方便你孝敬你的家人 小子 你肚子里有几根蛔虫 别人看不出来 我还看不出来 你跟和林是一家人吗 不是 你跟那些兄弟姐妹和你娘 才是一家人哪 你跟和林共建你的美好家园 就是顺便解决你的生理问题 和在北京站得住脚 一纸婚姻不值钱 有好处了你们就是夫妻 没了呢就是路人 你跟你娘和那兄弟姐妹 才是圣死一家人哪 要不然你怎么会顺着你娘 把你媳妇打得鼻青脸肿 回娘家呢 作为成年人 你的生活价值观有问题 你还是没有能适应城市生活 没有做好准备过婚姻生活 爸 妈 小姨 都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林练 林练 你在家照顾好自己 保证身体 我有时间再来看你 这孩子自尊心强 他不会想不开吧 他想不开 他要是想不开 他那一大家子的人 还有他娘怎么办呢 好死不如赖活着 不是 关键现在啊 是和林怀孕了 既然有了孩子 孩子就是润滑剂 也许以后就好了 不过到底怎么办 主意还得和林自己拿 我们要尊重他的意见 是 日子是他们自己过 我们不能月祖带袍 把厉害关系 跟他们分析清楚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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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分 不清白日文 哪能说离就离面 妈 脸脸怀孕了 善儿 怀孕了呀 这次是真的 真的 我带她去她妈妈院检查了 是医生说的 那她人呢 在她自己家 你咋这么糊涂呢 快把她接过来呀 玲玲怀孕了 妈就不会跟她吵了呀 那传乡秀华 也不敢跟她吵了呀 传乡 你咋那么多 传乡 快离开了 这玲玲怀的是王家的祖 妈就要看见玲玲了 妈妈这心里才会踏实 您知道不 那传乡 秀华 你们都在啊 妈告诉你们 玲玲 她怀孕了 妈要去把她接回来 这以后 啥赔钱啦 啥离婚啦 别提了 不准再提了 知道不 啥啥都得扔着她 让她安安心心的呀 把身体养好 知道不 就不准了 传 传志 你不是去 办 办离婚去了 她怎么又 别提了呀 俺叫你别提了呀 好连 你们去买菜 把屋子收拾收拾 一会儿呢 俺给传志 把玲玲去接回来 去吧 行喽 妈收拾收拾 跟你去接玲玲 啊 谁家的媳妇这么倒霉呀 嫁给穷光男还得挨揍 动手倒连连是我的不对 我看哪 你就是男子汉大豆腐 你媳妇哪有娘重要啊 媳妇也没生你也没养你 也没供你上大学 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 把爱演的人都给赶跑了 你们好农家乐呀 她小姨啊 这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 不就是 活到老 潮到老 打到老吗 那也不能 两天打架 三天冷暴力吧 往后不会的 只要玲玲能保胎 俺们都医着她 这一家人 这一家人 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该多好啊 但传祥 红侠 工作顺手了呀 我们说不定啊 在北京买个房子 慢慢的啊 我们分开住 买房子 拿什么买呀 要是王传志每年 挣个三五十万的 在北京买房子 他当孝子 我看别人也不会说什么 就凭他每月 挣的撒瓜料 早上在北京买房子 这可能吗 这不传之 也是要面子的嘛 面子 是自己挣出来的 不是别人给的 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张脸 让媳妇住在娘家生孩子 要让咱们村里人知道了 可是丢死人哪 你放心 今天安安心心的 让和林回去 要是传祥和绣花 再给他脸子看 我立马把他们撵出去 玲玲呢 都怀孕了 别在外头乱跑 玲玲 在自己的房间 川智啊 快去玲玲的屋子 给他赔个不是 玲玲啊 我们俩能走到今天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你说心里我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放弃你 我之所以说离婚只是一时冲动 如何 让你原谅我 向你原谅我 让你原谅我 你照顾好自己 我过两天来看你 找我 走吧 莲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明天回想要帮我看你 我明天回想要帮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不知道要交电卡的钱 搞了现在没电呢 你不是回香港了吗 有个朋友说 有个东北人是开餐饮的 他想投资香港的饮食院 他叫我多留一天 要是跟他谈妥了 我就不要回去了 能成功吗 他要我提供所有的保障 以后所有的风险啊 要我一个人负责 你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 我要是跟你合作 也许你压力又大 你想跟这个东北人合作 我是怕有什么差池会连累你啊 这东西都是你从香港寄来的 看来你原来的房间够大呀 这个房间 睡不下你这么多东西 本来我有五百平米的房子的 现在香港什么都没有了 只要人在啊 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成功的话 你在北京就会有个家 我相信我的阳光 你是个讲义气的人 你这个人啊 太犹豫相信了 我 我有吗 你不是说了吗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那你有什么话要宠告我了 赚了钱 马上回来 我等你好消息 睡醒了 我这样就快快点 你说我说 那 acces슬意 打赚东西 喂,是红俊吗?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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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妈妈 黄菊啊,你下面进了? 对,我在日本还办了点其他的事情 所以多留了两天 小雅啊,认识日本那边酒店的经理 说你早上就退房了 小雅还在家呢,是吗? 我们在家等你呢? 那我先不回去了 我可能先在酒店住下 你不要这个家了 等我找到了房子 我会通知你搬过来 在日本那边的老板 到底怎么样了? 我当然不能接受那边的评级 接受了不就等于告诉全行 我真的是在利用复大自捧身价 行了,妈妈,我不跟你多说了 我还约了几个旧同事谈事情 就这样吧 喂 告诉他我不会拉着不走 三天之内我会搬出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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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些美丽的故事和传说中的童话 说吧 说吧 你就说吧 为什么要与我妈吵架 要知道天地之道 朋友我先有他 不要可怜我 不要让我难过 是我吗 好不容易把我养大 没有他 哪有我 哪有我们今天美满的家 说吧 说吧 你就说吧 为什么要与我妈吵架 竟然接受了我 为什么不接受他 不要拎我 不要拎我 不要让我选择 是我吗 好不容易把我养大 相信命运吧 相信命运吧 以后你也会当婆婆 也会当我 好不容易把我养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